O Mani Me Me H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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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一个多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坚持忍耐 因为我们很多的人为了自己的饮食 生活 工作 无事以来到现在也做过很多苦行 为了佛法很多人来讲可能是第一次 我想虽然今天热一点但我都可以说得了 我高原上的人能说得了的话 我觉得你们大城市里面的人更不用说了 应该过得很快乐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讲修行八诵 各位把法本也就是讲义可以拿出来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勇师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为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字 言解如来真实义 好 这样大家顶礼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和自己的传承上师以后 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修行八诵 修行八诵的这部法 可能你们以前有些道友也听过 也学过 但是所谓佛法并不是听过就可以了 也不是学过就已经足够了 应该从他的内容上去做 对自己的相续进行对照 在这里只有八个颂词 从表面上看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但实际上真正行持起来 事件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想以前没有得过传承的人 今天要向大家获得传承 以前获得传承过 得过教授过的人 也想再次地鼓鼓自己的境界 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今天上午我想给大家讲一下修行八诵 这个修行八诵 你们也清楚 如今在国外来讲 许多的大德 在各个国家当中 弘扬大乘佛法的时候 主要利用这样的修行八诵 要求大家修持殊胜的菩提心 在国内来讲 也是自古以来 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们 主要宣讲这样的殊胜法门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在学院当中 或者是出去 在各个寺院里面弘扬佛法的时候 也经常宣讲过这个佛法 而且当时法王老人家 要求我们在佛学院当中 最简单的 又是非常殊胜的三部法 必须要背诵 既要背诵 又要了解它的真正内容 有这么三部法 第一部法 我们以前也学习过 佛字行三十七诵 然后第二部法 宗喀巴大师所造的三咒妖道论 第三部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修行八诵 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可能修行八诵 没有什么可了解的 只有八个颂词 但真正我们修起来的话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依靠这样的窍诀 依靠这样的法门 也会容易断除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为了得到 这样的大乘窍诀法门 大家也应该值得 精进地修持 就是精进地修持 修行八诵的有一些故事 我看你们学习过前行的人 大家也可能记着 我今天在这里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作为噶登派的高僧大德们来讲 在历史上来说 是非常地重视修行八诵 曾经有一个格西 叫做恰嘎瓦格西 这个恰嘎瓦格西有一天 当然他特别地精进 他对整个五部大论 全部是精通的 并且是新派 旧派的佛法了如指掌 平时行持大乘佛法 相当用功的 他有一天有一个格西 叫做是加显瓦格西 加显瓦格西他去了 去的时候他看见在他的增头旁边 有一个小的宝切里面的一本书 这书里面他翻来翻去 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好的偈颂 这个偈颂里面都已经讲了 亏损 失败 自贷书 利益 胜利 奉献他 有这么两句话 当他看见这两句话的时候 心里都特别地波动 很惊讶 觉得是那么殊胜的法 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难得 他马上问加显瓦格西 这个佛法 这样的法 我看起来相当的殊胜 这是什么法要 然后他同时又问 这个法的传承在哪里 他这样问了 问了以后 格西给他回答说 这是朗日唐巴的修行八颂里面 第五个颂词当中的 第五颂的一半吧 刚才只有两句 然后他说 这个传承应该在朗日唐巴格西 他自己有 后来他听到这个话以后 他心里面想 无论如何一定要得到这个法 这个法的传承是非得不可 他马上动身 当时这些噶洞派的格西们 求法的精神 求法的心是特别地急 特别地迫切 不像我们那样 我们为了求佛法 就把这个日子一直 偷偷偷偷到后面去 很多人是这样的 但当时的这些高僧大德 并不这样的 他立即动身 立即动身 他前行万古 最后打到拉萨 打到拉萨以后 他也不知道 朗日唐巴格西住在什么地方 他一直打听消息 说朗日唐巴格西在何处 后来有一天 他在转着佛塔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位从朗日地方 朗日唐巴实际上是用地迷而去的 是从朗日地方 来了一位马逢病的人 看起来马逢病 也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格西为了 打听到他的小心 他不在乎地 清净在马逢病的身边 说朗日唐巴格西现在怎么样 我要准备找他得受一步法的传承 在那个时候 传来一个噩耗 也就是说朗日唐巴格西已经圆寂了 当时他听到这个话以后 心里就非常的悲伤 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高僧大德已经圆寂了 对整个众生的福报来讲 也是非常可惜 另一方面来讲 他自己没有得到这个法 就没有在亲自他那里得到法 后来他就打听问 朗日唐巴格西已经圆寂了 但是后面的传承 或者他的位置谁在承担 后来他说 有两位格西 一个叫做香雄巴格西 一个叫做多德瓦格西 这两个格西就为了继承他的位置而在争论 后来那个恰高娃格西心里想 既然他们为了争夺 位置而争论的话 恐怕是没有这个法的传承 没有这个法的传承 他想改变主义 到别的地方去求传承 实际上这两位格西 并不是为了 就像我们现在的有些领导为了抢夺位置 想尽一切办法 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这两位格西 因为香雄巴格西年龄比较老 功德和经年相当丰富 多德瓦格西说 你一定要当朗日唐巴格西的位置 我想对朗日唐巴那样对你尊重 然后香雄巴格西对多德瓦格西说 你只会深渊 戒律清净 你一定要当我们寺院的主持 如果你当主持 我想对朗日唐巴那样对你尊重 后来他们就互相地退让为止而争论 并不是刚才格西所想的那样 但不管怎么样 刚才格西 后来他去找到夏达瓦格西 什么你说 夏达瓦格西有这个法的传承 然后他去到夏达瓦格西那里 到夏达瓦格西那里的时候 有一次夏达瓦格西正在转佛塔 转佛塔的时候他说 我要请求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皮蛋铺在地上 说 格西你可不可以在这个皮蛋上揉作 我要请求一些事情 当时夏达瓦格西说 我一般来讲外面没有做的这种习惯 你有什么计时 有什么事情你马上说吧 后来他说 我看见一部法 两句 刚才讲的这两句 我觉得是非常殊胜 你感觉怎么样 他也可能有一种试探的方式 也有这样的 当时他说 也可以说这个法是非常殊胜 也可以说不太殊胜 为什么说殊胜呢 你如果想即生成就的话 这个修行把诵相当殊胜的 你如果想即生不成就的话 那这个法不太殊胜 他说了以后 格西就问他 那这幅法既然如此殊胜的话 你有没有这个法的传承 格西说 我当然有啊 我一辈子当中 修的就是这个法 就是修行把诵了 我一辈子就是修的这个法 后来他就跪在他的面前 说一定要舍死我 一定要传给我 这个修行把诵 后来格西跟他说 你如果长期住在这里 长期一日的话 我可以传授给你 后来恰嘎瓦格西 一直六年 六年的时间 再从他那里 专门修行 修行把诵 后来他的我和我所知 全部断掉而获得成就的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今天可能一个小时当中 我也讲不了什么 关键是看你们以后修不修 以后如果没有修 当然 你们今天一个小时当中 一边拿着风扇 一边打瞌睡听一听也可以 我在这边一边擦汗 一边顺便给你们 火焰了尸讲一讲也可以 这个我们也是一种 心事上是这样的 但关键在于以后 以修行把诵来能不能衡量自己 能不能对照自己 如果你能对照自己就像恰嘎瓦格西一样 虽然法要很短 很短的窍诀 但是我相信这个法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应该会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我和我所知会断掉的 而且在我们自相续当中 一定能生起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所以我想 当然我们这次传法也没有什么安排 昨前天我们突然决定的话 那么这次我想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 修行把诵这部法的加持力相当大 而且上师如意宝也是给我们再三传过 传承应该说是非常清净 传承清净这样以后 我想我们这里的有些人 可能里面的有些偈从会对照自己 有些可能今天听完传承以后 把法本身在一边再也可能不看了 会有这样的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在杭州传过吧 杭州可能传是传过 但是今天从杭州赶来的居士也是比较多 不知道他们已经过了两三年了 修了没有 看了没有 如果没有修的话 我今天在这里也是上海的居士面前 已经讲了修行把诵 再过三年以后你们也从来没有看过 没有修过 当然你们有听法的功德这一点是肯定有的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也会有一点功德 但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实际行动当中 能不能改变很多呢 也很难说 所谓的佛法并不是你口头上讲得非常漂亮 不在于这个 而也并不是形象上做什么样的 装模作样非常隆重 也并不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佛教就变成一种形象化 什么叫做形象化表面上看得特别隆重 很精彩 很庄严等等 但每一个人的心理来讲 就没有什么改变 你还是贪执你的相续 嗔恨造样生起来 一点改变都没有 所以这种修行和这种佛法也是一种形象 带有一种形象的味道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所讲的这八个颂词 你们也可以看这个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不同的 也可以看这个法是非常殊胜的 即生成就的话 就像恰卡瓦格西也是修行六年 我们有些人可能不要说修行六年 让他修六天的话 他说八个颂词有什么修六天的时间呢 我半个小时就修完了 可能会这么想 但实际上佛法并不是这样的 这样以后我想首先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原因 接下来过后 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朗日唐巴的修行八颂 那么这个修行八颂有八个颂词 八七是修行的 华智仁波及以前也是这样讲过 修行 修行 修自行 以四颜词心修行 无有胜于其功德 获得解脱无有益 这样讲过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用四种颜词的心 就是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轮回的果化 因果不虚 这样的四种颜词心 修行 再修行 这样修行以后 到了一定的时候身体和语言 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善法 也是除了解脱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歧途 没有什么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修行很重要 在这里是修行法门 一般来讲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是噶当派 尤其是布多瓦格西 中多瓦格西 阿底峡尊子 他们的教言是修行方面 漂浮自相续的烦恼方面 非常的重视 前一段时间 我们给这里少数的人讲过修行奇药 所以开启修行免费 修行奇药 表面上看到这个文字不太多 不太多 但是你真正做起来 真正行持起来 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真的里面的一个颂词 或者半个句子的内容 要实际时间 那就对你的一生 乃至生世世 有相当大的帮助和利益 所以这里有修行法宋 是朗尔传佛尊子作的 朗尔传佛尊子是布多瓦格西的弟子 在朗尊佛尊的历史上是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上师 我有时候这样想 我们在座的有些人最近 学一些净度教言 学一些菩提道次第论 当然在一个礼拜当中 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 大家聚会认为是 我已经学得很了不起 我已经学了一天当中 如何如何如何给别人开始说 但实际上这也并不是很多的 从我们整个人生的生涯当中 人生生活经历的时间来安排 我绝对不到 你们真正一年当中的每一天的礼拜天 全部拿出来学习 一天都不过 一年当中我看了三百六十天当中只有五十一天的时间 你五十一天还有三百六十天全部搞世间法 那这样三百六十天当中你就拿出了一天 一天可能早上睡很长的时间 星期天我们要学习佛法 我要多睡一点 中午的时候到那天去马马虎虎地学一点东西 有些人学的时候 正在听课的时候大瞌睡 一直睡睡蓝觉 就专门到那里睡蓝觉 然后讲完课以后 下完课以后 吃吃喝喝 这个时候就特别开心了 有些人业力现前 真的这样的 一遇到佛法的时候 好像精神就不行了 就特别疲倦 或者有点昏沉等等的感觉就出来了 平时说一些无聊的话 做一些无聊的事 那个时候有聪明 有开心 有会说 能说等等 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的习气毛病 为什么呢 我们从小都是生长在一种 并不是对佛法有利的一些气氛当中长大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实话 出家人跟你们的有些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尤其我们山上一年当中 三百六十天当中 基本上可能会不会在十天当中散乱啊 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到草地上去一下 或者我觉得一年当中半个月可能没有散乱的时间 基本上三百六十天都是在研究佛法 或者尽量地看书 早上也起得着 晚上也睡得晚 可是大城市里面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对世间的这些迷乱 所有的时间吃 喝 聊天 应酬等等这些上面全部用完 真正修行的时候就没有精神了 听课也没有精神了 做作业也没有精神了 哎 有什么做作业啊 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四十岁还要做作业 我早就已经毕业过了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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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世间的东西那不是四十岁了 你很年轻了 所以我想我们的生活习气太重 造恶业的话 顺缘太多 造善业的话 顺缘稀少 这样以后 我们的人生真正能不能获得解脱 还是打文号的 因为我们在一生当中终结起来 比如说我一个人活了七十岁 活七十岁 你其中有没有真正学佛 学十年 你们自己算一下自己的时间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大多数都是用世间的一些坦诚吃 这样来世有没有解脱的保障 恐怕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给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为家里做事情 我为单位 自己对自己造出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所谓的解脱是自己的事情 所谓的处理轮回也是自己的事情 你整天都是给别人这样讨价还价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希望你们当一个佛教徒也应该尽量地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 不要怪一个牌 怪一个名相上的 自己的自己应该无论如何怎么样也是空出一部分时间 当然所有的时间全部 你把所有的时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弄出来 恐怕这一点对你们来讲也是不现实的 有点困难的 三百六十天当中叫你两百片拿出来恐怕有点困难的 但我想七分之一的时间也拿不出来 或者五分之一的时间拿不出来恐怕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这样以后我们大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 第一个我是非常重视要遵惜时间 如果你没有遵惜时间明日复 明日 明日何须多啊 什么时候有明天啊 很难说的 我们很多人都学习佛法 这个礼拜也我不空了 下个礼拜再说吧 那么再拖一段时间吧 再拖一段时间 你们看一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当中 你把自己的时间 用到佛法方面是多少 有时候真的我这样想 我们这个山上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来讲 应该说是比较难度的人 但是跟城市里面的时间 用在佛法方面的时间比较起来 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也还在继续学习 还要想学习 还要想努力 一直这样 只要有一口气 有这种想法 我想大家把学习 摆在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 这样以后你的生活 原则上有一定的调整 有了调整 我想是你的解脱 有一定的希望 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颂词 第一个颂词 愿我一生如意宝 饶以他众之意乐 时时刻刻被随碍 轮回一切诸有情 这个颂词从字面上看来也比较简单 意思就是说 我已像如意宝 已经胜过如意宝那样的饶以他众的意乐 饶以他众的心 时时刻刻应该随碍 随碍什么呢 就是一切众生 我热爱一切众生 对待一切众生 也就是说 我用爱心来对待整个世界 对待整个社会 得待所有的人 这样的心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都是极为的难得 珍贵 世间上人们都认为是教持 房屋 金钱 这些都认为是非常难得的 有一定的价值 实际上真正有一些道理上看 我们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是最珍贵的 就是最最难得的 我记得在佛陀《教王经》当中也有这样的 说 为了身体可以舍弃我们的财产 然后为了生命可以舍弃财产和自己的身体 那么为了佛法 将自己的身体 寿命 财产全部都可以舍弃 这就是当然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价值观的看法 也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真正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他的心 利他的心是最珍贵 以后我们也可以学的 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也是有的 我的名声可以损坏 利养可以损坏 其他的善根也可以损坏 还有生活自具也可以损坏 但是菩提心永远也不能舍弃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一定要想 我要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这样的饶益之心在所有的世间当中 财产也好 自己的身体 寿命 所有东西当中最珍贵的就是 帮助别人 利益大宗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价值当然有些人不一定知道的 以前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过 两父子 父亲和儿子他们有一个如意宝 这个父亲天天都保护这个如意宝 后来有一天 父亲比较困 他说 我现在想睡觉 教儿子一定要好好地保护 这个是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的 你千万不要给别人 后来有一些小徒来到儿子面前 他们准备把如意宝拿走 但是这个儿子不同意的时候 当时这些小徒会勾引人 他给了一些糖果 他说 如意宝是一块熟土 没有什么用的 你不如这个糖果 这个是很贵的 后来小孩子认为真的是糖果贵 然后把如意宝给小徒了 他自己得到一点糖果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知道价值的人 就经常什么是最珍贵的 好多人可能是你的脚车被别人偷了 或者你的房屋全部被别人摸属了 你的身体遭到一些威胁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好可惜 好痛苦 心里面相当地着急 当你的菩提心遭到损害的时候就无所谓 但这是非常愚痴的 刚才我们就讲的小孩的举动一样 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心里面这样想 热爱众生 热爱整个所有的 乃至我们蚯蚓蚂蚁以上的 这些众生爱他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这个叫做菩提心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是献上自己的爱心 就是所谓的这种爱 这颗心应该说在世界上的 任何金钱和任何财物都没有办法与者相比 没办法相提并论 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太愚痴了 我们在自相续当中有一颗菩提心 他不觉得只是珍惜的 很难得的 而且看见一些老板有几百万 几百亿 啊 这是太了不起啊 或者他找到一些金钱 找到一些财物 金银财宝 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对了 不得了 这样认为的 可是我们实际上是最珍贵的就是菩提心 我们遇到任何一个违缘和遇到任何一个环境 都不能舍弃利他的心 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教应该是最主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今天参加的人当中也许可能 对大乘佛教不要说对小乘佛教都不太懂得 有一些新的佛教徒也可能有吧 好多有一部分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也许是可能刚学佛的 刚学佛的如果我讲了大乘佛法的 最不公的利他的心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就像戒体一样一步一步地上去 先对自己有帮助的 人天佛报 怎么样修功德 怎么样赚钱 怎么样发财 怎么样健康 平安等等 大多数人的希求目标就是这样的 我家庭怎么样贫好 我长得怎么样漂亮 我生活怎么样顺利等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真正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 利他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其他的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珍贵的 你的一些生活上也好 你的一些财产上遭到了一些损伤 我觉得世间上人们当然会痛苦的 但是也不应该值得特别伤心应该可以这样累解 所以愿我们像如意宝那样利他的心 时时刻刻地对待众生 时时刻刻地对轮回的一切众生 不仅仅是包括人类 我们现在的宗教对人类很好 对搞一些慈善结构 凡是人类当中受灾难的人经常去帮助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众生遭到杀害 或者极其可怜的这些旁生痛苦的时候 他们都根本不管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善结当中所有的众生都是有感受的 有苦乐的感受 我们一定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这个愿 以前不管你是怎么样做的 但从现在开始我要生生世世地发起不提心 心里面应该发这样的愿 这样一刹那的这个愿的功德相当大的 的确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并不是我在这里会言乱语 我没有根据这么多个人当中 我想每一个人语言应该自己要负责任 没有必要的欺骗你们也没有必要的 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 应该对世间的很多方面来讲是广闻多学的人 但是我想我们在所有的佛法当中 最难得 最稀有 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他的心 就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大家都 时时刻刻都是观察 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 首先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佛教徒 从皈依佛法以后自己认为 我应该是个佛教徒 那么你是佛教徒的话 你是大乘佛教徒 还是小乘佛教徒 又要提出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是整天都所想的 所做的 一切所作所为全部是为了自己 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小乘佛教徒 如果你认为不仅是我自己也要解脱 但是最关键的 现在天下有那么多可怜的众生了 我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帮助可怜的众生 帮助可怜众生的方法当然是多种多样的 但其中最好是依靠佛法来帮助众生 如果有了这一个心 你就是大乘的修行人 大乘的佛教徒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颂词 何人是实际教众皆百加倍 诚心诚意又诚知尊重他人 显爱心 这里能让唐巴格西有发愿 不管是在什么场合 接触什么样的人 交往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 最低劣的 最下等的 最可怜的人 应该这样来对待的 应该诚心诚意 应该一心一意地 想帮助别人 想尊重别人 将自己所有的爱心 奉献给整个社会 这就是修行八诵里面的第二个内容 当然在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 我们平时在生活过程当中 大家也交往很多人 接触很多人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注意是什么呢 修行佛法的人 尤其是修行大乘佛法的人不会有傲慢心 摧毁傲慢心 你自己再怎么样了不起的话 那么当作众生的路仆 宗喀巴大师是四四五四诵的诸词 前面宗喀巴大师有个诵词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像文殊菩萨的话 所有的三界当中应该说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的 但是他发言还是当众生的路仆一样来对待所有的众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法王五五光尊者在信心修习当中也这样讲的 所谓真正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虽然他的境界已经潮离了所有的人 但是他在显现上跟众生是随顺众生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凡是发了菩提心的这个人 他接触什么样的人呢 把自己当作最下等的人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最关键的问题 现在世间上的人自己稍微有一点钱 有一点地位有一点财富那个时候就高高在上 觉得自己在世间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以后在自己的四种威仪当中 显出一种傲慢的相 这样应该说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我们可以看一看像印度 藏地 汉地 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修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虔诚 越来越尊重别人 不像现在的有些人一开口就说大话 自己跟谁都不愿意接触 这样不太合理的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大家在有些问题上应该值得注意 如果你没有注意自己认为自己的修行很不错 如果这样在行动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毛病 因此我想你无论是接触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当作不忍来对待 我看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发心 包括发一些资料 打电话 当然为了佛法还是有点辛苦 的确是发心了很多年了 我也知道你们这里的有些人放生 有些人在这里应经书 有些人帮助别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从来都是没有自我宣扬 也没有自我宣传 一心一意默默无闻的利益众生 应该是以这种精神 所谓的菩萨并不是表面上宣扬得如何如何 宣传得很成功 不是这样的 自己心里面 内心当中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 而且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很切合人意 在我们有些人没有学佛的人和学佛人还是有不同的 真正佛法融入到心里这个人是会判若良人 以前你没有学佛的时候很傲慢 跟任何人的交往可能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整天都是看别人的过失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等等 学了真正的大乘佛法以后 把自己的嘴巴会自己封 靠一个术 就经常有必要的时候你就打开一下 没有必要的时候就经常把它说着 不会乱说 不会说别人的过失 有时候我们这里人的有些可能性格 你们有个别的人 我认识 特别愿意说别人的过失 你开口道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出家人不好 在家人不好 只有我一个人简介说明是好人 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其他都是坏人 这样不太好 真的有时候作为出家人 当然出家人可能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些也有一些不如法的形象 这个是我也承认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说他的过失 你首先应该观察清楚 首先你观察清楚以后 在你的交往过程当中就不会有后悔的 即使他的有些行为不如法 并不是你专门宣传他的 没有必要你自己依靠别人来经常要毁谤佛法 也有顺于佛法的形象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居士 在座的一些佛教徒 一方面要考虑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应该对别人起一个模范的作用 不然如果别人对你的影响和评价都不好 所谓的影响就是我们内在的对他的一种评价 所谓的评价 显露在外面语言上的表示 这叫做评价 有些佛教徒 社会也好 任何人对他供认 评价相当不错 在家人当中也有这样佛教徒 出家人当中也有这样 有些人真的自己认为是很不错的 但是跟交往任何一个人还是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这样不太好应该我们作为的修行人 就像是棉花一样 很柔软的 怎么样交往 怎么样别人即使说他的过失 以前阿里萨尊者和仲敦 嘎登派的这些歌席们互相对话的时候 就说别人来骂你怎么办别人来打我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歌星们都回答说那很难得的 很高兴 他们是由这种方式来对待的 并不是我们那样经常特别特别 愿意听别人的赞叹不愿意听别人的这种直指言 这样不太好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行为应该恒时都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阿底萨尊者的一生当中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他时时刻刻都是要观察自己的心 这是他的一生当中最主要的一个 第二个特点时时刻刻都是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的心 这是第二第三个他经常是修菩提心 经常修菩提心我们在座的人你已经皈依了佛 已经趋入了大乘佛法那么你现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千万不要跟世间人从来不学佛教的人同流和我 如果这样我们的行为慢慢慢慢慢慢 最后变成跟世间人的行为一模一样了 融入一体了这样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下面再读第三个颂词 愿我恒常观自行 烦恼忘年出生时 毁坏自己他种骨 立即强行而断除 这个颂词从此面上看大家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不懂的 愿我们生生世世当中 或者愿我们经常恒时观察自己的心 你的心诸诸欧叫做四种威仪 你在坐车的时候观心 看我现在是不是或是乱想 你现在睡觉的时候也要观想自己的心 你平时吃饭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正念当中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心 观察自己的过失 并不是我们所有四种威仪当中 全部观察别人的过失这样不太好 这个是第一个 当你的相续当中生起了贪心 诚心 傲慢心 嫉妒心 生起的时候你就明明知道 哦 我现在生起烦恼 烦恼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生起烦恼以后一定会是它会坏坏我们的相续 因此一定要我用无我的方式或者空性的方式来马上要改变 比如说你的相续当中生起嗔恨心 你对有些人的行为不如法对他马上要发脾气了 那个时候你想我是学习佛大乘的这样一个人 不应该生这样的嗔恨心 我想稍微换一下我今天的嗔恨心不要生起 让他明天生起怎么样 我当中生起一些贪心的时候 我所贪心的对境就像夏天的彩虹一样 虽然显得特别美好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没有任何事宜 而且这样的贪心 嗔心 烦恼不但害自己害整个社会 实际上真的嗔心特别大的像希特尼那样 就坏坏整个世界这样的也有啊 贪心特别大的话你贪执国家的财产 贪执人们的财产 那这样也有坏坏无数的人 所以说我们自相心当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贪心和嗔心当你的相续当中生起这样烦恼的时候 你一定要立即断掉 立即断根 立即断根的方法 按照大圆满当中有大圆满的一些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贪心从哪里来的 嗔心从哪里来的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最后取悦何处你马上要观他的本性 比如说我现在生起特别强烈的像熊熊烈猴那样的嗔恨心 生起的时候我想我现在的嗔恨心现在住在哪里啊 是在我的身体里面还是外面还是在我心脏里面 在这样一观察的时候这个嗔恨心的确是找不到啊 或者说我嗔恨心的来源是什么样 它的颜色是什么样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 当然我们有了一些上师的教言以后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只会说实际上不能真正行持 但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会熟练的 任何一个知识都有一种熟练的过程 我们刚开始看到一些电脑的程序 简直复杂的不得了很困难啊 然后你学了一段时间最后线素了 线素以后全部都了入智障并不是很困难的 同样的道理任何东西首先觉得嗔恨心对质的话 那么困难就根本没办法的 以前有一个格西他在家的时候 拿着长长的三四个刀子天天都是向护敌人 但是他忙不过来他的敌人是越来越多 后来他出完家以后一个刀子都没有了 但是一个敌人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心 清净的话 外面所有的这些原地也是没有的 因为外面就是当你生贪心的这些对境 现在世间上所谓的 我觉得你们城市当中真的有时候 外境琳琅麻木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在你面前 现前很好看的 好听的这样那样 所以我们凡夫人没有逐见 很容易被外境吸引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都有一种 提醒自己的主动意识这一点相当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 逐渐逐渐会融入其他的不学佛教行列当中了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要求大家还是要集中学习 如果没有集中学习的话没有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的话很容易在这个行列当中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就拖显了拖显了又要上线可能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学习的时候大家也应该互相都有一种互动力 这样可能好一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颂词 第三个颂词已经讲完了下面是讲第四个颂词 愿我目睹恶劣众 造罪造俗 举苦时 犹如智语 珍宝藏 以难得心珍爱惜者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了这些世间上的非常野蛮可怜的众生 他们造受了各种各样剧烈的痛苦 有些人烦恼非常深重 贪心生起来 嗔恨心生起来 嫉妒心生起来 没有办法克制 没有办法控制极其的痛苦 有些人以前对别人生起贪心诚心 那即生当中生病 他贫穷或者极其的痛苦等等 也是相当相当的痛苦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们 要想接触他们 这一点是非常的难得 应该说以难得的心来对待众生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恶人 遇到了一些敌人 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像遇到了如意宝那样来对待 吉田菩萨也是这样讲过 如果没有外面的敌人我们对深修忍辱同样的道理 所有的布施 刺激 忍辱等好 鲁波罗蜜多全部是依靠众生而修的 因此我们有些人来说 我跟这个人不愿意接住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给一些资料 就是一些法本 这些分小族 后来听说有个别的人来说 我跟这个人关系不太好 我不愿意待在那个族里面 把我换一下 后来我觉得这些人还学什么大乘佛法 你那个族里面不想得的话最多在他面前待个五分钟就可以 连待五分钟的忍耐力都没有 你见得不想见 看得不想见你还学什么大乘佛法 真的有时候我们学得太差了 说实话 我只愿不会地告诉你们 你们有些人连在别人面前跟大家共同学习 那这样人来信得没有的话 的确大乘佛法学习恐怕还是比较遥远 应该可以这样讲 以前在文革期间 青海的有一个老修行人 他在给别人对他辟度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每天都是用各种东西来打他 辟度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难得的心 非常感谢他他害我 他打我 他骂我 我们看愿不愿意这样很多人都不愿意 别人要骂他的话他一辈子都是根根迂回 我看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报处不可 一定要有些没有力气的人来世真的有这种情话 这样这是大乘佛教当中明显的不赞叹 的确是不赞叹 所以大家我觉得不管是学什么样的宗教 什么样的众生都可以 凡是众生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尊重之心 这一点做不到我觉得是在外面的一些所谓的 我们经常说的外道 外道当中我以前在日记里面写过一个 也就是说国外的一个修女 她不管是到那里印度也好 印尼也好 到那里有可怜的众生有性格不好的人 有麻风病的人 传染病的人到那里去就帮助他们 经常是这样的 有时候看见他们的一些行为的时候真的非常感人 我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大乘佛教徒 我是如何如何 但是我们实际操作起来好像有些道友 关系不太好的话不愿意接走 想尽一切办法逃避 这是不太好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有什么仇恨不了的 现在世间上以前互相打仗的这些国家业国家之间 现在关系都那么融洽你们看一看 现在刚开始文革期间的时候 全部用炮弹来互相扎 互相打仗的人 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放闻 互相怎么样 这些都是还没有学习大乘佛法 但是通过世间的改变也是他们互相可以 目利又好 可以合作的 大家都是依靠各种不同的一些上师传承的弟子 这个是那个上师的弟子啊 那个是这个上师的弟子啊 你们这边放生 我们不来参加啊 我以前听过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 有时候听起来非常可笑 有时候听起来很伤心 有时候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啊 我们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有不同众生 有不同众生 有不同上师 不同传承传下来的 这个传承不关键 国家不关键 民族不关键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黄种人 白种人 什么样的人 只要心里面有利他行的话 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 南方人 北方人这些都我们不管 反正只要是众生 我们尽心尽力地真的去帮助 真正用大乘佛法并不是口头上讲得如何如何漂亮 不是这样的 在内心当中如果有了一些利他的菩提心 我们遇到了这些可怜的众生 性格不好的众生 恶劣的众生 就经常恶口骂人 或者用他的不好的习气 那么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以前阿里夏尊者是怎么样 你们知道了 他在出门的时候 经常带一个最坏的弟子 有一个脾气最不好的 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啊 我经常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依靠他来可以修安忍的 这些大师们 人格不好 性格不好 他当作是最难得的一个如意宝 可是我们找到一个人格好一点 谁都讲 那个可不可以到我的手里来 你可不可以 因为他人格比较好 经常跟别人不容易吵架 所以我想一方面大家也不要认为 人格不好的人哦 我可能真正的如意宝 我给别人带来很多利益 不要这么想 你也并不是那么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们觉得对众生应该大乘佛法的教义怎么样对待 这个问题应该看得清楚 就是看清楚 欧玛尼贝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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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应该第五个颂词吧 愿我欲诸以嫉妒 非力诽谤本人者 亏顺失败自取数 利益胜利奉献他 他这里是这样的 我们也应该这样发愿 发愿发菩提心 修慈悲忍辱之心 发完这种心意以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 或者在生活上会出现一些违缘 出现违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对待 比如说别人以嫉妒心来无力地诽谤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没有任何错误 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对不起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进行对我做我费力的诽谤 什么叫做非力的诽谤呢 我有这件事情的有些过错的话 当然对我诽谤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没有偷过东西 别人说我偷了东西 我没有害过别人 别人说我也害过别人等等 这类事的事情给我进行诽谤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普通的人恐怕是接受不了的 在那个时候他不会让人的 但是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应该尽量地让给别人 他这里已经讲了 所谓的亏损和失败自己代受 所有的胜利和利益就奉向给他人 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嘉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我们大乘的菩提心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 在任何众生心的相续当中如果有了这样的菩提心 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人类 来自所有的世界带来无比的安乐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遍满了恶人 这种恶人全是为自私自利 有自私自利的心已经充满人间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无次地奉献给别人 当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嫉妒的 很多人心胸太狭窄 虽然《鹿逐谈经》当中讲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有这么一句 但我们有些人可能心特别狭窄 连芝麻虚都没有了 遇到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就开始心里痛苦得不得了 然后就进行毁谤别人 所以我们平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遇到任何样的人 最好是观清净心 不要毁谤别人 如果你去毁谤 来时你的舍徒就变成长长的整个天地 大大的 在那个上面龙虎开始耿地 业里的这种首先是不可思议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告诉我原来有一个人 有一个众生 他的舍徒因为是业力现前 他的舍徒是相当大的 就像是光阔无垠的天地一样 在这个上面每天都在耿地 但是众生痛苦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恶口骂人或者进行毁谤 这这样不太好 大家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就像以前的 戈登派的格西所说的一样 有意义的 对佛教有意义的 对众生有意义的 或者说对自己的生活不得不说的话 你可以说 平时一些无管的 没有意义的 不重要的 尤其是加害其他众生的这些话 一律都不说 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居士 他是这样发愿的 我以前我脾气不好 性格不好 经常说别人的过失 我经常看准别人的过失 我自己的过失从来都是我看不准 看不出来 我只看别人的过失 那我现在开始发愿 以后我尽量地不说任何人的过失 但我如果说出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我立即忏悔 我说你真的了不起 这真的很伟大 不管你做得到不到还是我们倒是可以看的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心真的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所谓的学习佛法自己的改变自己的心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平时有一些嫉妒心的语言 经常伤害别人不太好的 如果别人以费力的诽谤来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他关注自己的父母 一天阿底下存在是这样的 每一次别人对他进行诽谤的时候 他把他当作是摁得最大的人 看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有时候大乘佛教确实是他有不共的精神 平时我们所谓的佛教的行善 跟大乘佛教的精神有一些不相同的 平时我们做一点好事 行持善法 世间上很多人认为学佛就是这样的 当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 只要不害别人都可以 但是不害别人的过程当中 就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证理 这个证理必须我们学好如果我们没有学好的话 恐怕我们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非常清楚 因此他这里亏损和失败自己带说 我们遇到任何人或者任何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种冲突在这种冲突 按照世间人的角度来讲我失败了 我没有胜利的话心里我好像特别地难过 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打官司的时候或者甚至你们在家里面 互相吵架 先生和妻子互相吵架的时候 先生认为我一定要胜利我必须对他说赢 太太认为我要得胜利如果我不得胜利不行就互相这样说 但这样以后始终都是得不到一个结论 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 今天我算是我失败了算了 我把修菩提心让你胜利让你快乐 这样所谓一个小小的家庭问题来讲也是 修菩提心的一种标志也是一种象征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哎 让别人快乐就可以让别人得利益就可以 算了我今天算是失败 这样这种行为在世间当中是很难做到的 可是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应该这样做 首先你做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逐渐逐渐你的心的力量会溃大 心的力量逐渐逐渐会成熟的 这样以后在修行过程当中应该是对自己有帮助 下面第六个颂词 愿我欲欲争利益生起起亿厚望者 总比费力而陷害亦是其为善知识 意思就是说愿我应该做到这样的境界 以前我以精心尽力来帮助别人利益他人 我对他有很深厚的希望 因为我以前不管是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 一直是帮助过无数次 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有一定的希望 可是后来这个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就变了他反而都是对我进行加害 在加害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是一样换一样还是我就放弃呢 我应该放弃 我们看到《师尊的传记》当中经常救了别人的命 那个时候后来这个人开始进行了害他的生命 在那个时候佛陀就进行修安忍性的 并没有讲什么理由啊 我原来看见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把自己里面的很多钱财来培养这个人 后来好像他学到一定的知识 他的能力各方面非常不足的时候 他不但是不帮助而且用他的一些势力来进行加害他 可是这个人是修菩提心的人 他说算了如果我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我也有能力害他 但是我作为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来讲 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样害我我对他怎么样付出 但是我还是要安生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这就是修行的标志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缺少了这些观念 缺少了大乘菩提心的理念 这样一来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我们世间从小到现在所培养的智慧 跟现在的生活或者现在学佛的理念有时候会冲突的 在冲突的过程当中你应该选择重要的境界 重要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 这个是永远也不能忘乃至甚深事实也是不能舍弃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法的精华 那么我们下面讲第七个颂词 愿我直接与见解 利乐尽显诸慈母 老母有请诸苦自己默默而成守护 这里面也讲了大乘佛法最殊胜的经要 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或者见解 将自己所有在生活当中的名声 恭敬 快乐 财富等等 全部 一切的一切奉献给所有的有缘众生 他这里有缘的众生并不是别人对我很好 然后我也是帮助他不是这样的 现在世间上的任何教育有条件的 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帮助你 我也愿意支持你 但别人对我不好或者别人对我平等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对的 可是我们在大乘佛法当中 所有的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老母有亲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高手 有一次佛陀在外面的时候看见一个人 然后佛陀说这是我的儿子 然后别人都是问为什么是这样呢 他说无始以来都是当过很多是我的儿子 那么我们在漫长的轮回生涯当中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天眼 我们没有他心动 我们不知道而已 每一个众生确确实实是当过自己的父母 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是我们遣去佛教的教育 如果你真正懂得佛教的理念是怎么样 在整个轮回 整个宇宙是如此的广大 你知道众生轮回转转的 轮回当中的苏联 轮回当中的经历 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完全会明白佛陀所说的真实语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些众生 这辈子很多人对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父亲是很愿意帮助的 这就是我的父母 尤其是比较孝顺的人 他对自己的父母很帮助的 可是我们这个范围是很小的 这是我这一辈子的母亲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无量的众生都当过我的父母 当过我的父母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有一段时间当中专门要学习 所有的众生怎么样当过你的父母 这方面又要辩论 又要教证 理证 通过方方面面来先知道所有的长生 的确是无始以来都是当过我的父母 那么当父母的时候 对我怎么样的慈悲 怎么样的爱好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 不能当万恩负义的人 我一定要将所有的众生 哪怕我地上看见小小的蚂蚁 蟑螂等等 这些也是当我今生当中的 真正的母亲那样来对待 今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小村的孩子 那你对自己的父母如果在早上痛苦 遭到威胁的时候 你会不会全力以赴地想救他 想帮助他 当然是会的 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来讲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无始当中的所有众生 应该这样对待 所以我们大乘佛教的有些大德们 他们为什么菩提心修得那么好呢 他们把所有的众生都看作自己的父母 不定不是口徒生 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我们在飞机上或者其他服务比较好的场合当中 他们都会帮助的你在坐飞机的时候 很多服务员在你面前特别 但他们可能是工作的这种关系 只是在口头上说你要吃什么 你要喝什么 表面上看得很温柔的 很好的真的 如果他内心当中我们对每一个众生这样的话 那多好啊 有些是宾馆里面的一些服务员 或者这是他们的一种工作 实际上心里面并不是对你很尊重的 哎 先生你喝什么呀 你吃什么呀 表面上看来是特别的温柔 但是这是他的表面上培养出来的一种 如果每一个人的内心 看见每一个众生的时候不熟悉的人 看见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 我要尽力地想帮助他不一定要熟悉 所以我们佛教徒有些人 我一定要帮助我熟悉的人 对我有关系的人 或者看后面会帮我的人有几种条件 第一个是我要对他认识 第二个是我们在生意上或者工作上有一些来往教育 第三个我如果今天帮助他 他以后总有一天有没有希望会帮我的 像这种人我就会愿意给你道教导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虽然他是众生 但我们的力量当中我们观念当中 我们经常是置之不虑的 我们就无所谓的态度 不要说我们其他的众生包括人当中 凡是你遇到一些不熟悉的人你甚至会怕他 诶 这个人到底干什么的 就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我不要接近他 其实我们真正修了大乘菩提心 不管你看见他的眼神是什么样 态度是什么样他的行为是如何呀 你尽量地接触他 很有可能精神当中会度化的 他就会度化的所以我想我们众生利益的方式 就是有直接或者见解 有些人我们可以直接利益众生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这样讲过 我们现在凡夫人有些如果有能力直接利益众生 当然是最好够的如果实在是没有直接利益的能力 那么我们要发愿心里面发愿我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持戒或者见戒帮助所有的众生 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三宝面前 佛像面前 上师面前经常发这个愿 又发了这个愿以后我们相续的愿力不可思议 的确愿力不可思议我即生当中一定要发这种愿 发了这种愿以后其实我死了我来世 会有帮助众生的机会 机缘会成熟的 所以大家直接利益众生和坚决利益众生 直接把自己的快乐给给众生 当然这是有些高僧大大有些修行比较好一点的话 他可以将自己的快乐 境界全部都是赐给别人 有这种力量没有这样的话 我有时候这样想我们现在很多人放生 放生实际上是真的直接利益众生的一个手段 以前我们在87年的时候当时提倡放生的时候 基本上很多人除了七少数的汉传佛教的大德以外 基本上在各个城市里面没有放生的习惯 当时我们心里面都是想爱大城市里面 你看吃肉吃得那么厉害啊 无始以来都是一直是这样 自己的父母天天在吞天天在吃 那这样的话看那么可怜那这样能不能这方面发动一部分居士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去买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是给他们数片 然后放的过程当中也是没有经验 经常弄得很不好的 但后来通过三宝的加持 我想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些居士们放生 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希望你们我听说昨天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大家参加放生做一些放生 我觉得这是直接利益众生为什么呢 你看 直接你如果判死刑过程当中有人救你的话 你会不会感激他会感激的 大家都同样的 所以这些众生同样有生命的价值 都有同样的痛苦和感受 可是我们承认来是很残忍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天天都是杀害众生 那就是特别的可怕 因此一方面我们也直接或者间接利益众生的方法 我觉得直接利益众生的方法就是放生 间接利益众生的方法就是不吃肉 因为你不吃肉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四百个人 有四百个人今天一顿饭全部吃素的话 那么四百个人的肉食全部断了 就是不用杀害今天不用那么多 他的声音搞不上去 如果我们这里有四百多个人五百多个人吃肉 每天当中要多少个鸡 多少个鱼 尤其是海生的这些海鲜等等 四百多个人吃的话要失去了多少个生命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 一再提倡吃素 这一点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上师们 活佛们 还有一些堪布 法师都做得不太很好的 虽然我们欲解的众生的确也是以前都是有这种习气 刚开始的时候吃素很困难的 看见肉的时候开始嘴巴都在动 多好吃啊 多好啊 尤其是旁边如果没有看见别人吃肉的话都不要紧 眼睛闭着好一点 旁边有人看着有人吃的话 当时我们刚开始要求大家吃素的时候 有好几个道友都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天天吃得饱饱的 白天我们要求不准吃肉 后来他们只有晚上在梦间吃肉了 只有这样了 但后来现在过了几年以后比较习惯 什么事情都是可以习惯的 因此我们如果吃素的话 间接杀害率比较降低 这也是一种佛教徒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因此我们直接利益众生 我们昨天有商量明天早上的时候也是准备大家一起放生 当然你们可能很多人上班很多人不一定有时间 当然有时间你们还是经常去参加 我是这样想的 虽然我自己有时候身体不好亲自参加有时候有困难 但是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身体有一口气 这个放生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有些认为我捐一点钱我亲自不一定要参加 其实有些善根亲自自己做才是功德最大的 我在深圳的时候有些人说 我只要随喜就可以 随喜就可以说得很漂亮 但是你到底真的能不能随喜也很难说 有时候所谓的随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大家明天早上能参加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参加你们在飞机上或者在其他上随喜我们 就是我们带你放生这样我觉得如今我们在权贵各地来讲 放生大家都相当积极的的确也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 我们放一条众生 放几个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讲不是很困难的 可是这些可怜的众生跟我们人类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比如说我变成一颗小鱼我同样的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而且用刀子真正切断我的身体的时候跟我人没有什么差别的 它有遭殃的痛苦这一点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说得非常清楚 这样以后我希望大家应该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维护自己的爱心在这种修行过程当中 也不能全部是用在口头上实际行动当中要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发菩提心你光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这样说了也没有用的你真的要早上去修一修 你修了以后真正地感受到它菩提心的味道 这是修行的加持 我们光是口头上说放生放生也不行的 有时候实际当中是亲自亲手 你再搬东西有时候稍微累一点 但我绝对不要紧的没有关系 为了救护众生的生命我们气得早一点我们累一点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的 我们学院里面有些法师基本上在一年当中连三个月每天都是去 有时候我们吃中午饭的时候往往都是小午四点钟左右 但我们一想到众生的生命我们吃得晚一点 即使我们一天没有吃饭也这个是不要紧的 作为一个大乘学佛的人来讲 牺牺牲自己这是应该的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了利益众生 直接或者间接利益奉献给所有的老母有亲 寂天菩萨也是以前这样讲过 我们生生世世地要发愿 我直接或者间接利益一切天下的老母有亲 我们在座的人也长期的心里面这样发愿 这一点很重要 好 最后一个颂词 愿我所信赐一切不为罢法念苟然 了知诸法皆如幻解脱贪知知受佛 愿我生生世世当中一切所作所为所信所言 全部都千万千万不要被世间罢法染上 不要世间罢法 什么是世间罢法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恭敬 利益 财产 赞叹这些都 我们世间人是特别喜欢希求 然后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名声得不到赞叹得不到供养的话 特别不高兴这是我们不愿意得到的四种 和愿意得到的四种这就是世间人共同的目标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不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修行看着为了利益 为了财产 为了名声这些没有用的 的确没有用的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现在所谓的名声比如说对我来讲 我知道我内心当中的境界是什么样的特别特别的差劲 我并不是今天为了一些目的说一些假装的 或者谦虚的话不是这样的 自己的确是内心的境界很差 别人对我有什么尊敬有我名声扩大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 因为我内在的功德和内在的境界是什么样 我自己一目了然 我自己清楚的 如果别人对我取得再好的大成就者 大菩萨 大什么 我明明知道这是虚妄的 这是名存实妄 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价值 我不是菩萨 我不是成就者 凡夫人当中也是特别差劲的 别人说你是如何如何那我知道是 就是本来不是白色的东西别人说这么白色的话 一看就知道了 我自己也看知道 同样的道理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有些人可能愿意求一些名声的 愿意求财产的 愿意求一些地位 这些都是在世俗当中来讲虚妄不实的 没有实在的意义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 世界上是名声最大的一些明星 演员 这些人当时在轰动一时在世间当中来讲 啊 这个人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啊 他有钱 他有财富 他有智慧 整个世界上的人们都是开始对他恭敬有加 赞叹得不得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当他变成老年人的时候或者一旦碎白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没有 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为了一些财产 为了一些快乐 这样的需求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你们大城市里面的人我想大多数的人 有时候获得特别累啊 因为现在城市里面的竞争性特别强 你每天都是拼命地要去干 拼命地要醉 醉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先获得快乐 有一般的房子也不行的必须要高级 有一般的轿车也不行的一定要高级 有一般的衣服也不行的也一定要高档 但这样的话 人的这种欲望是无限制的 什么时候你有一个知足少欲的话 那个时候你已经获得了世间上所有的财产 可是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这个经济 一定要拼命地 别人有什么东西 我要去啊 你看别人买得那么好的东西 我要去 别人看怎么样 我一定要竞争 所以我们世间上人有时候是 短转的人生几十年是没有任何事业的过程当中 而已经虚度了这一点有时候大家还是应该扪心自问 应该凡事凡事自己我们现在希求的是什么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能活到多少年 大概能活到多长时间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最好行持佛法不要造恶业 尽量不要造恶业 当然你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在不得不做的情况下 也有一些工作的关系 但是自己尽量地行持一些善法 安排一些时间 学习佛法 这一点我觉得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作所为的 最好不要以世间暴法和各种罪业来染污 为什么呢 因为了知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 如幻如梦 如扬眼 如千大破尘 幻化八语 幻化八语 大家都是应该清楚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 不管是你做得再好 你吃得再好 最后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住 你即生当中所造的这些业的的确确跟着你的 而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来世考虑 应该对自己的生世考虑 这就是众生大事啊 现在很多世间人们啊 一生当中是什么 就是我的工作安排 生活安排 这是众生大事啊 这也是事我们短暂的人生 人生这一个时代当中来讲是事 但是有时候我想我们以前的这些领导也好 或者以前的这些名人好多都全部现在 当时在那个时候他特别执着当时的这种名声 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样的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此虚幻不实如幻如梦 那么应该解脱所有的这些执着书不要太执着了 有些世间人对自己的家庭 感情 对自己的儿女 工作特别地去执着 就是四之不悟 不管怎么样你再执着也实际上没有特别的意义 应该随缘而转 佛陀在取入五分别中词经当中 就是这样说的 入定的时候入虚空般的境界当中安住 出定的时候入幻化般的境界当中行使 这个讲得非常殊胜 当然你们没有学过《般若经》没有学过《中观》 有些可能也有点困难意思是什么呢 当你入定的时候 心静下来的时候 就像是虚空一样 没有任何执着 然后当你入定当中出来的时候 看见外面所有的高楼大厦 所有的这些人流房屋等等 全部都是虚幻不实 如幻如梦的 有时候我昨天跟一个道友 在过你们上海的车 车流的时候也说了 路上有这么多的角质我说是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真的很渺小 在这个车道这么多的人流当中 我们的生和死对整个人流来讲是非常的渺小 所以我们太执着 太去烦恼也没有什么用的 有时候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要太执着 不要太高兴啊 有些人好像这个生意 自己的家庭各方面比较顺利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好像疯狂似的跳起舞来了 然后又稍微遇到一些挫折 痛苦 那个时候痛苦的不得了马上发疯了一样 又变成这样 所以生活始终都没有一种平稳的感觉 不应该这样的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 也有平原 也有高山 也有一些弯弯曲曲的路 当你看见什么样的时候 也不要太执着 也不要太伤心 最关键的自己的菩提心不要失去 这是对我们来讲应该说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 当然你们有些人来讲 可能认为工作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事业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人把目光放在自己最重视的一件事情上 这个我也理解 但作为我大乘佛教的一些传输者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世间当中什么都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学佛的意念不要变 今后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在过十年的时候 我们万一在这个城市当中遇到的话 啊 你十年前给我们传授过佛法 我们现在信心越来越增加 就是现在在十年当中 十年里面我五年都已经学习佛法了 那这样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如果你在十年过后见了 去年有一个人十年以前我们见过的 十年以前见过 后来中间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后来在十年以后见了他见了以后 他虽然十年以前也皈依过 但在十年当中没有学什么法 也没有什么进步也没有什么后退 我觉得他境界肯定只有瞎化 因为本来都是没有什么境界 如果十年当中什么都没有学 什么都没有修的话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修行八诵也好 任何一个佛法应该大家精进地修学 靠自己佛陀也是说了 说是解脱依赖于自己 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解脱道 最关键的是靠自己 如果你没有精进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每天都是让你 必须要学 必须要学 不可能这样的 最关键自己觉得在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到底有没有前是后是 必定是有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在真理当中说的 并不是好像凭我们的信仰来决定的 而不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们学习英明的时候也是完全知道 人有前是后是 这是决定是有的 人既然有来世 这样来至甚甚是世对自己最重要的什么呢 就是行持善法 不要造恶业 如果你造了很多的恶业 你到阿难耶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恶业 你下一辈子肯定会是指下堕入地狱的 堕入地狱的这种漫长时间的煎熬痛苦 这是谁也无法难生的 你虽然不愿意 但是也没有办法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的有些人犯了法以后 你必定会承受法律的折磨 所以我希望我们学习佛法 也是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种机会 而且今天我们这里的很多居士大德 他们也发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道场方便 大家有这样的机缘 也许我的有些话对你们也起到一点作用 有因缘的话 哪怕一句话对你的众生也许有一点改变 有些如果你也没有重视这样的话 我哪怕说了多少年的法你也不一定是有帮助的 三星比丘在世尊面前听了那么多法 后来都是没有用堕入恶鬼当中去了 同样的道理何况是我 何况说我 所以我想莫彭仁波切也是讲了 如果是有缘的弟子 那么哪怕是一句话对他的相续当中也是有帮助的 就像一个小小的一滴水 如果这一滴水真正落到了堪骨的草叶上 它也会增长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所讲的法虽然不是很多的 但是非常希望大家把人生用到佛法方面 当然你们同时 搞你们的时间 搞你们的生活 家庭 这些我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因缘业力来到这个世界 也不得不做这样的 但是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修行不要放弃 这个很重要 下面我们可以休息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 confined 我们下一个问题 会支持天使� 明星期间 也有乘的 中文卡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